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在马丁路德金日渴闲闲着 他们通过在华盛顿的一所小学种植蔬菜来回归社会 总统和第一夫人还将成代的学习用品送给有需要的学生 其中许多孩子来自军人家庭 1994年美国国会指定马丁路德金日为全国服务日 所以周一许多美国人都出来为社区服务 我们有约500名志愿者出动在马丁路德金日服务 我们有大约333人正在沿马丁路德金大道清理垃圾 它有好几英里长 人们被分成50个小组 以确保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 组织者说这是为了纪念金博士服务社区的精神 全市450人来自本市所有社区 各行各业 各民族 各种族 所有性别 结合在一起使社区更美好 纽约市学生和家长在他们的休息日 以沿着中央公园游行的方式面怀民权领袖 这所学校的使命是基于对马丁路德金的种族和经济平等的原则 因此这意味着多元化的学生群体 不同的工作人员 也包括不同阶层的成员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数百人举行了游行 另外 该市给予贫困学生600个装满学习用品的背包 我们希望在这个社区里看到团结 并让下一代知道金的牺牲 马丁路德金1964年因领导民权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许多人说 这不是休息日 而是互相帮助日 美国之音皮米恩塔 华盛顿报道